一个断掌案现在变成了罗生门一案 这位胡姓台商在福建遭到抢劫 被砍断了首长 家属控诉说我方海基会反应慢半拍 同时大陆公安竟然要求他先做笔录再就医 而且首长无法缝合 因为被扣留在当地 没有办法跟着人回到台湾 这一点他们非常不能接受 不过对此福建公安第一时间反驳 说报案之初第一时间就安排他尽速就医 没有延误 而海基会也表示 在主动联系时 对方没有讲首长被砍断这个关键的内容 现在三方各说各话 你知道我赶到那边 已经晚上七点多了 才看到我父亲 胡小姐回想 父亲在大陆被抢劫断掌 哽咽难忍悲伤 只供大陆公安延误接回首长的黄金时间 我甚至我连首长我都没看到 因为医生要就医的时候 武警说那个公安啊 警察一直说要先做笔录 遭断掌的台商胡锡洋周二返台 他惨遭歹徒抢金表砍断首长 人回来了首长却没跟着回来 揭回去手也没有用 那公安又要说要鉴定 当下医生就说那要解枝还是这样 我父亲就说那你帮我解枝好了 家属控诉对安公安扣留首长 负责处理的福建福田公安局则全盘否认 福建福田家属也控诉海基会 指出第一时间投诉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当天11月5号 他打电话来的时候 并没有提到说手被砍断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认为是一般的 伤害的案件 误会或是误解在此道歉 海基会强调当时不知道首长遭砍 还有当地人士表示 受害台商就医时 医生认为可以紧急缝合 却遭到拒绝 让这场台商遇袭案出现罗生门 中文协会台北综合报道